这是台湾的F1动式战机 在198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 如入无人之境 同时间还会有F5战机 贴着中国沿海飞行 甚至还有排班次表 丝毫不把中国战机放在眼里 我感觉右边就是中国大陆的领土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左边的话就是海 说话听中共那个时候 一个XX不敢放 我们是目视到 就开始准备空战 当年两岸军力倾斜 台湾有F5跟F1动式战机 装备较为精良 台湾空军更排出扰共时刻表 依据代号1112到15 分别是日出前30分钟 战机前往中国出任务 直到日落前30分钟 5个P4 一次4架战机直闯中国 进入对岸沿海后 就分南北两端飞行 甚至还有掩护金门航班降落金门 以及RF1动式征兆机进入中国拍照 避了中国米格19战机升空 双方差点爆发空战 回顾当年空中剑拔弩张 余昊为永生难忘 但是前哨金马地区也陷入一级战区 甚至有传说中的水鬼摸哨 823炮战前后 金马还有东营的海龙蛙兵 一群人带着刺刀突击步枪游上对岸 从后方徒手击毙共军哨兵 甚至歼灭整个哨所 民间还有割耳朵的传说 过去台湾有美国援助军力足以压制中国 但是如今解放军出动兵力 跨中线侵扰台湾 才让美国军售武器援助台湾 拉近双方军力查距 不让中国扔头青棍 破坏区域安全 375牛家为钱豪台北臭刀